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爱情好像都是从朋友开始的 他是我的初恋 他刚分手的时候我去安慰他 可我当时并不会哄人 唱了一首非常伤感的歌 结果把他给唱哭了 就在我给他擦眼泪的一瞬间 我明白了 爱情是突如其来的 一眼万年也许是这种感觉吧 在一起后我花了很多小心思 会连续七天花式炖梨汤送了他的宿舍 而他也在不经意间给了我触动心弦的温暖 但后来年轻毕业 女生突然提出了分手 只留下了一句 你在太原 我在硕州 我不会来太原的 就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 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我觉得解决异地恋的办法有一百种 最不合适的就是突然把对方丢在原地 分手更应该是两个人说清楚 没有结束的结束是不负责任的 我不蒙接受 后来在工作中我和另一个她 从同事变成了恋人 她也是个很细腻的人 我至今记得我们在一起的那天 散步时突然下起了雨 她对我说这个时候很美好 而我不自觉地说 其实也不是美好 就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都很美好 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 双向奔赴的爱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 我们会用情侣水杯 穿可爱的情侣搭配 下班一起看电视剧追剧 而她也总是对我灵魂拷问 你也不会变成电影里面这个样的吗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一样东西 你能找到我吗 那如果我不能灰蜜 她喜欢你我把你让给她怎么办 我被她神奇的脑洞问得目瞪口呆 却又觉得充满爱意俏皮可爱 可后来 这段感情仍然没有经受住异地的考验 她家里的长辈 对我提出了很多望尘莫及的硬件要求 我的爱情又一次被别人按住了暂停 现在我期待一个活泼有主见的女儿 最好偶尔能读懂我的文字 我们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浪漫 一起把爱情抓牢 韩冰宇 我想知道你前两段都是因为异地恋 然后分手 那你现在对异地恋有什么规划 其实我觉得哪怕是在不同省份 就只要你想见我我想见你 一天的时间我总能到你身边 我是这样的感觉 太原到朔州 相当于南京到无锡左右 这个我不知道克服起来算不算很困难 就其实我有去朔州找过她 我在那儿待了三天 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家在哪儿 我试图去能够在某一个瞬间我能偶遇她 但是并没有 所以异地也好 她说不喜欢我也好 分手就要有分手的样子 随便找个理由 还是让人很难以接受 她刚才描绘的故事 完全就是一首歌词的翻版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你会不会突然地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 20号 你好 男嘉宾 非常那个心疼你的遭遇 然后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男嘉宾 就是你说你的前女友 都是从朋友就是相处过来的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在认识这个男孩子之前 我就大概能感觉到我是 跟他想要往男女朋友方向交往 我觉得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现在就是身边有没有这种 对你有好感的女生呀 或者说你还是会考虑 就是从朋友谈女朋友呀 其实 我没懂 我试着翻译一下 有的人是这样子 他一见面之后觉得我想跟他交往 有一种类型呢是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嘛 处着处着嘛 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 就处着男女朋友了 这两种 你是打一种 我是一种 对 那你呢 打一种 我自己是喜欢的人我会很主动 也没有说非要慢慢相处 只要双方都喜欢彼此就是好的开始 就是我比较在意的那个点 就是你现在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 就是你跟他们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边界线的这种 这个意思 有 有 其实对我来讲 我如果不喜欢一个人就是他跟我打招呼 我也会很淡淡的一个微笑吧 就是 但是内心想的是就是那种 对我来讲的 我的天哪 这都是送命题是吧 七号